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把时间拨回三年前的年初 如果有人问Tiger 对于旗舰手机 最不看重哪部分 那我一定会说性能 甚至在那个时候 Tiger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许多网友对着手机性能是否过剩的话题 展开激烈的唇枪舌战 但一切的转折 都发生在一款新跑分软件烤机大作的出现 它就是在性能负载上脚踢吃鸡 拳打王者的原因 相比传统手游大幅暴涨的性能需求 不仅直接终结了性能过剩的讨论 也让性能又一次回到舞台中央 成为每年大获对新旗舰最期待的部分之一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时间底 再过不久 苹果的A17 高通的骁龙8进3 法格的天机9300 就要轮番上市 Tiger看下来 今年各家为了把移动端的性能 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似乎都做了几包牙膏 大干一场的准备 换句话说 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已然悄悄展开了 作为移动端无可争议的芯片之王 去年 果子在仗着自己遥遥领先的性能优势 直接再也去挂起了机 整了个A15 Plus的A16出来 结果 这一波开白很快就被隔壁的高通和联发科 拉近了差距 一来二去 感觉就算是一向看不上安卓的厨子 今年也稍微有点坐不住了 大手一挥 就把别人都买不起的台积电3纳米 全部收入囊中 目的就两个 M3和A17 毕竟 能用钱解决的事 对于家财万贯的苹果来说 就都不是事 甚至凭借着在供应链上过于强势的话语权 厨子还说了 我们只为优秀健康的3纳米付钱 至于那些废片 不好意思 台积电你自己看着办 重点还是来说说A17 给予密度更高的3纳米供应 相比起A16的160亿晶体管 A17可能至少将提升到200亿个 此外 在CPU方面 A17可能也将成为苹果首款 采用人为9架构的芯片 并把主频 从前代的3.46GHz 直接拉到3.7GHz 针牙膏彩爆 体现到跑分上 A17也是足够凶了 根据最近曝光的消息 A17在GQBENG6的单核跑分 达到了3269 多核为7666 对比A16 提升的幅度分别是31%和24% 当然了 这么强的芯片 精明的库克 应该是不会让iPhone15全系都能吃上 不出意外的话 导法还是和去年一样 最强最猛的它 只会在iPhone15PO iPhone15奥处上呈现 Tiger掰了掰手指 这会距离传闻中的9月12号秋季发布会 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倒是看库克会怎么吹吧 随着骁龙8PAS和骁龙8G2两代旗舰 成功带领高通脱离火龙的苦海 关于下一代的骁龙8G3 也不乏让人又多了几分期待 首先是发布时间 今年高通又又要提前了 直接在10月就发布 四舍五路也算是硬钢A10期了 工艺方面 高通今年还是相对保守了点 新一代的骁龙8G3 只是略为升级到台积电的4nm Plus 具体的规格现在也很明朗了 CPU采用一架5架的架构 分别为 一颗3.18 3.3GHz的X4超大核 三颗3.15GHz的A720大核 两颗2.96GHz的A720大核 两颗2.27GHz的A530小核 其中3.18GHz的V常规版本 3.3GHz的V三星专享版 GPU则为有电脑750 跑分方面 以搭载三星版的S24 Plus为例 最新的单核成绩为2233 多核成绩为6661 对比前面的A17 骁龙8G3的CPU确实比不了 但高通的优势 在于GPU 上一代的骁龙8G2 已经在这一块干翻了A16 Tiger也很期待 阿童哥今年能不能再来一波大提升 机型同往年一样 像小米14系列 IQ12系列 1加12 Vivo X100 POPOS Redmi K70PO等 都将会是首批搭载 骁龙8G3的旗舰 最快在11月就会登场 最后一位 来聊聊年年梦想干翻高通的发哥 作为曾经机券里被各家吊打的小透明 现今的联发哥 早已经是不同往日 像是今年的天机9200 9200PAS 虽然和骁龙8G2比 还是稍逊一筹 但也绝对称得上是合格的旗舰芯片 也正是因为有了前代的铺路 接下来的天机9300 又让联发哥有了像安卓最强发起冲击的想法 而且还很自信 工艺选用的是隔壁高通的同款 还是台积电的4nmPAS 不过在CPU上 联发哥可比高通要激进得多 采用了4加4的价格 说出来大火可能不信 在天机9300上 联发哥直接怼了4颗X4超大核 以及4颗1720大核 4颗X4超大核 那功耗不得爆炸 最骚的是 目前曝光的信息还显示 它的功耗还比前代降低了50% 这一对比 原本看起来还好的骁龙8G3 规格马上就显得有点不那么够看了 此外在外围方面 天机9300还将率先支持 高达9.6Gbps的LPD-DL5T内存 作为好基友的海力士 也已经在近日宣布 旗下最新的LPD-DL5T内存 刚刚和天机9300完成验证 之前发布天机9000的时候 联发哥本来优势在手 但因为发售的时间实在太晚 最终还是没抢到多少骁龙8G1的市场 今年手握灭霸几的天机9300 他们也学聪了 目标就是要赶在骁龙之前先行发布 机型还是大伙熟悉的老朋友们 主要是来自Vivo的X100 X100 Pro 以及Opo的Find X7 给Tiger的感觉呢 天机9300就像是发哥攒了很久的打招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翻高通骁龙8G3 当然 每次提到天机 机友们肯定也总会有这样的担忧 发布前猛如虎 实际表现吧 还是不如高通 那这个问题 就只能等到上市后才有答案了 至少目前看下来 这已经是联发科最有机会的一次了 再说回A17 毕竟有着工艺上的优势 骁龙8G3和天机9300 要和A17比理论性能 确实有点难 但是 Tiger又要说但是 大伙别忘了 iPhone那个散热 懂得都懂 当安卓旗舰们集体套上冷却更快的盔甲 再来比原神输出 要说谁输谁赢 还真不一定了 其实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防水性能提升到极致 直接插水里玩 能发挥百分百的性能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